每天一遍周深的采访 你真的会心情舒畅 因为他不仅会在采访时开嗓 跟主持人的互动也成了一大乐趣 说到大家把沉默的羔羊 推到了单曲推荐榜第一 周深的反应是 让大家用这首歌来检测肺能力 比如 谁也不能其他卷量 谁 这突如其来的低麦 我只能说采访碰上周深 媒体老师们是要反应快一点了 因为这孩子说不定啥时候 就要考验你一把 之后模仿起柳州记的台词来 周深那也是浪漫过敏体质 这里张婉一说的是情话 巨外周深直接演出了咆哮版 甚至还念错词了 在你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王爷 我只想要一个与你牵手 一起共度余生的寻常霸子 你寻常霸子 我找错了对不起 在你面前我从来都不是什么王爷 我只是一个想要与你牵手 一起共度余生的寻常男子霸了 这尴尬的场面 深深直接就是一个超强反应力 这是报复对不对 甚至看到最后 周深和谭剑刺也是梦幻联动上了 给下一个采访的人提问题 刚好碰上谭剑刺 周深那是绞尽脑汁 然后给自己挖了个坑 谭剑刺唱歌和周深唱歌 你喜欢哪个人唱歌 我为什么拿把刀给别人伤害我的机会呢 当然对于回应嘛 深深也是说对了 谭剑刺那是真的很会说话 回答的滴水不漏 我最喜欢听周深唱 谭剑刺的歌 但被问到给周深推荐什么歌 大哥呢也是会推荐的 直接点唱跳 让他给我唱一个唱跳的吧 我的唱跳的歌 咱就是说 虽然周深老说自己是站桩歌手 但破例也不是一次两次了 撒拉崩巴 创造营的主题曲表演 新歌少管我 甚至就在最近的音乐节目里 等你这首歌 周深也是唱跳表演的 你瞅瞅这牛的 大家眼里全是可爱 而且不搜不知道 周深和谭剑刺那还是有些缘分 之前参加春晚采访的时候 这俩抽奖还抽到一起了 一个拿了一块钱 一个拿了87块钱 谭剑刺的一块钱在周深那里 87 他拿走了 他没拿走 说到原因嘛 我深那也是被骗到了 本来盯着一万元的奖励眼红 但领奖的时候 总觉得不对劲 一万块 这么薄的红包吗 然后这一块钱 就这么水连连的 被周深揣到裤兜里了 甚至说到唱跳 我也是才发现 之前他俩还同框上过音乐节目呢 当时谭剑刺还在教周深跳舞 这不是双除狂喜吗 月娃发现 两人互动越多的兴奋感 好 一二三 然后呢 然后再往旁边 一二三 一二二 可以可以 当然 如果两人能合作的话 那真的是绝了 之前还看到 有人剪他俩的尾和唱呢 声线还是蛮搭的 果然现在的网友 想看什么 自己剪 人家宽小四 可应付同那一面 你也好 气也好 每天找到心发电 没了 碍 但是 再来 再来 再来